我們在這邊看風景 你在跟人家看什麼風景 重點上面 這邊是山坡地來的 彰化的芬園 山坡地跟米粉有絕對關係 你有聽過嗎 沒有 沒有聽過 沒有聽過 因為新竹是不需要的 但這邊 芬園這邊聽說 因為這個山坡地 才有芬園的米粉 而且有芬園的米粉 才會有樸利的米粉 你相信嗎 怎麼可能 聽你在這邊 我也不是特別相信 但沒關係 對啊 是的 路透社指出 芬園的豐坑村 是台灣米粉的發源地 據說米粉加工廠密集度 高到不可思議 瞧瞧這一整排的 米粉加工廠招牌就知道了 只是說到米粉怎麼想 都會只想到新竹或樸梨 為什麼這裡才是發源地 這其中到底有什麼蹊跷 進去打聽一下就知道了 你有沒有看過米粉怎麼做 沒有 我從外面看過 我告訴你 它把粉 在混的時候是在上面這邊 對 跟水打完就會開始往下 這個地方一直擠就 這邊拌粉有沒有 它就開始擠出來 目前為止到這邊為止 跟新竹做法是一樣的 一樣的 對 但你不同的地方在哪邊 從這邊往那邊走你就知道了 你好 我示範一下 我們現在在煮這個是水粉 對 對 對不對 從那個地方下來到這邊為止 跟新竹的吹粉是一樣的 對 只有這個地方開始不同 對 對不對 因為我們是用蒸的 對 因為我們是用蒸的 這個下去 它現在擠下來 所以你要在這邊拉 然後過去這樣 所以因為它整頭 你稍微讓它動態 動態比較好走 對 要煮多久 差不多兩分鐘 從這邊到這邊兩分鐘 米粉壓出成型後 放入滾水裡煮 煮到顏色變透明 就代表已經熟了 也就是因為這樣的水煮法 才能讓水粉變得香Q有嚼勁 只是 這看起來簡單的攪拌動作 是不是還藏有什麼秘訣呢 因為你這樣 你這樣會說 你這樣會說 你這樣會煮在裡面 因為它很濕的 它會煮在裡面 對 它煮在煮的時候 對 它會煮在裡面 是嗎 它會跟著爪 是喔 因為它有水煮 眼鏡有在裡面 好 我就不這樣跟它看得到 它根本就是在打混 眼鏡霧神 你到底看它的眼鏡 它眼鏡我根本就看得到 你這樣眼鏡奇霧 你看得到 拉拉現在回一球 你這樣一定有一球了嗎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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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唉 瞧瞧這霧氣啊 看來老闆招聘員工的手藥條件 應該是不能進士吧 而第二個條件 應該就是手腳要俐落 因為剛從滾水起鍋的米粉 馬上要用水沖涼 就能進到第三步驟了 這樣會不會太多 這樣子 比較多 我們太多了 這樣太多了 對啊 我比較小的嗎 藍藥手 藍藥手嗎 藍藥手 太快 這樣 這手 這手拿 這手拿 然後來到這邊 再來 你穿我這樣 這樣 這樣 這樣有夠嗎 有 這樣又不夠 我覺得真的 你看不夠 拉膏 你看 拉膏 你應該很會梳頭髮 會 這就叫梳頭髮 對啊 很像梳頭髮 對啊 這樣你如果這個頭髮 就能這樣 我的頭髮沒那麼長 沒那麼長 看來第三個條件 要會梳頭 瞧幾位大姐流利的動作 一下子就將米粉鋪在網上 而且每一把的分量 都抓得十分精準 重點不要小看這些 將米粉疏順排列至竹架上的動作 這看是簡單的動作 其實都暗藏玄機 老闆 老闆 這要泡蘿蔔才可以放進來 它不是馬上拿起來放著 對不對 因為你剛成型的時候 太濕了 你再怎麼抽揉它 它含水分太重 不會鬆 所以要讓它 水多一點 立乾 你再來 這要立多久 差不多15分左右 15分鐘 那個抽揉要兩次 中間間隔差不多15分 炒醬半按摩一下 讓它 再開一點 沒有 整個你要稍微讓它動一下 整個要 只是讓它動而已 對 因為它這樣 那個水分才會乾 再蒸發一點 而且你下水浸的時候 不要悶住就對 不會整個結巴在一起 不會黏在一起 對 老闆 我請教你一下 人家說 米粉跟山坡地有絕對的關係 有這種說法 有 因為你在山坡地 它那個風比較大 水粉的話 它要的是烘 來烘乾 吹粉也是 但是吹粉的話 它沒有含水 它沒有下水 含水分很少 所以它只要是 曬個半個鐘頭就乾了 可是水粉它含水分很重 所以它要有烘 可是現在你都用烘的 你就不用沾過地了嗎 因為你現在用烘乾的 有一個好處就是說 以前吃米粉會胃酸 這是因為曬的時間太長 你烘乾都要5個鐘頭了 如果是曬最早吃一個鐘頭 它比較容易發酵 所以以前吃米粉會胃痛 現在不會就是這個原因 吃米粉會胃痛 以前老一輩的 你問他 他都會跟你講說 吃米粉會不好的人不好吃 我以為是不好消化 不是 是因為它曬的時間長 比較容易發酵 真相大了一個白 原來不是因為不好消化 而會胃痛 而是在製作的過程中 米粉發酵了 難怪米粉一擺出來 每個人都會自己靠過來 搓揉米粉 目的就是要縮短米粉的烘乾時間 老闆 不好意思 我再問你們一下 這個很不好意思 有人說 這邊是分圓嗎 對 就是埔里的米粉 要是沒有分圓的米粉 就沒有埔里的米粉 有這種說法嗎 有 正確 有喔 你像這邊領盛最多的時候 將近三十家 三十家喔 差不多四五十年前是 分圓這邊的老一輩 去那邊請 被他們請去當師傅 教他們做米粉 所以那時候其實埔里 是沒有米粉 埔里沒有米粉 然後是他請了分圓的師傅 被挖繳就對了 對 他去了那邊 然後就開始有了 埔里米粉 對 因為埔里比較進步 他們先給我包裝塑膠袋 你埔里米粉 你一陰上去 整個市面上大家都講 埔里米粉 埔里米粉 真相大了一個白 原來勝負就在一個塑膠袋 都是賣給埔里喔 埔里新竹 賣給埔里跟新竹 新竹也有賣 新竹是吹粉 你這個水粉耶 他們吹粉 他們自己做 吹粉由我們幫他們代購 等一下 還是在看原來沒有 新竹人 我生這個人呢 你們新竹水粉很少 對啦 新竹都吹粉 可是新竹有出水粉 有 很少 所以大部分都是由我們 幫他們代購物的 我非常認同你的說法 但是一個新竹人 可能這樣認為 好不好 吹粉最大的產量 是在彰化 吹粉最難產量也在彰化 其實我想看 新竹人 不要花眼睛 身為一個新竹人的我 當然要替新竹平反一下囉 不過我想老闆的意思是 彰化目前也開始幫新竹的 米粉代購 他應該就這個意思吧 老闆 這個是在烘對不對 對 這個咧 因為你剛剛我們用的時候 它還是濕的 烘到它底部有一點乾 黏住了 我們才可以把它立起來 立起來就是因為 它瘦封面比較大 這樣烘乾比較快 可以縮短我們的工作時間 而且你平時可以穩定 米粉不會挖下 有人說過 新竹的米粉好吃 是因為酒醬風 它其實就是東北季風 對啊 所以他們跟我說 秋冬的米粉 比春夏的米粉好吃 那你覺得呢 因為它的時間比較 乾得比較快 因為你東北季風下來的時候 它的風是乾燥的 對 所以米粉乾得很快 你冬那個夏天的 對 就跟你說的一樣嘛 時間縮短就不會有發酵的問題了 你等我一下 新竹人終於露臉好不好 真相大了一個白眼 要是真的來這邊 我們還真不知道 對啊 對不對 以為說沒有這個地方的米粉 就沒有玻璃米粉 就趕快來問天 對不對 苗栗也找他做 對不對 很多地方 新竹我還是不承認 有啦 新竹是水粉 炊粉 新竹還是新竹 對不對 好 先這樣 好不好 要叫你準備的東西 豆子 來… 我真的有在準備 我跟你說的 米粉還是要什麼 還是要吃熱的 然後拌這個醬 對嘛 因為這個就是要肉燥才好吃啊 好吃嗎 燙喔 真的很不錯 新竹的酒醬風 造就了很多美食 好比這個 對 米粉 在新竹除了米粉還有炊粉 而且你有聽過嗎 米粉還有含米量百分之多少的做法喔 說到米粉的由來 有種說法是因為 中國南米北賣 南方使用米來製成有別於北方的麵條 所以新竹的米粉主要也是從中國福建地區傳進來的 不過到底酒醬風 為什麼能夠讓新竹的米粉特別好吃 讓赤粉40年的達人郭傑來解答吧 所以現在我們在這個米粉場的二樓的地方 這個機器是幹嘛 去攪拌 攪拌 然後蒸 這還有蒸喔 對 因為它有 它真的有放那個蒸氣 讓它有一點點粘稠 等一下才能變 對 還有變酷 那這早期就是用手揉囉 對 早期就像揉麵粉一樣 有 加點熱水的東西 一般有加入米粉嗎 沒有 這個是再來米粉 對 那所以一般的米粉都是用米粉 對 一般的米粉都是用米粉 一般的米粉 早期的米粉就只有百分之百這個嗎 對 都是再來米粉 除了水跟搭機那什麼都沒加 沒有 那現在多了 目前是多了滋發雞跟日本的麵頭是 糯米 糯米 一般的米粉是比較多吃 對 因為以前有加米粉 那後來因為這個磷酸鹽對 現在增益很大 對 然後大概三年前我就把它拿掉 因為它對身體的肝臟不大比較重 所以你把 所以你把磷酸鹽拿掉 你現在用了糯米來代替 對 我們這樣撥出去 不是大家都知道你的配方 沒關係 大家可以學 這個是很健康的食物 我現在一直在改良 就是希望大家對你們的觀念 對 在傳男不傳女的米粉工藝裡 郭姐可說是唯一的女傳人 她康喜家族的百年老店 致力改良米粉裡的添加物 磷酸鹽 用糯米粉取代後發現 一樣能夠維持米粉的韌性 不易鍛鍊 雖然說成本增加 但為了顧客健康的用心 正是一個職人令人尊敬的地方 他說米粉製成裡 還有另外一個祕密 現在你所看到畫面上面 有三個是不是 對 分別是這個裡面 韓米量的比例不一樣 對啊 不一樣 因為顏色其實不一樣 對 顏色不一樣 那你這個 這個百分之百 你看那顏色你看 完全是不一樣的 這個是多少 這是50 這是20 好 我們先把50移過來這邊 你把100跟20比過來 如果你不知道的人 去雜貨店 或者是去任何的超商也好 你這兩個你告訴我 你就賣相來說你會選哪一個 一定這個 對啊 因為他買的比較漂亮 對不對 因為白嘛 好看 對不對 我們其實外面買的米粉是這個顏色嗎 對 這個組的時候會不會賣 不會 百分之百 對 百分之百 所以以前的米粉是長這個樣子 對啊 我可以摺一下嗎 可以啊 這樣摺可以嗎 可以啊 水 水 這個比較不會碎 這個比較不會碎 明顯啊 你在摺的時候的軟用部就不一樣了 那個時候改變嗎 對 這個時候不行 這個是50 就是20 然後 還要 有沒有 你就算20才算 果然是一斤比較 立刻見真章 純米米粉就是因為容易斷裂 所以現在有些店家 在米粉製作裡 逐漸加入了其他成分和添加物 來減少純米的含量 不過姐說 她小時候吃的米粉 全部都是用在蘭米製成的純米米粉 所以她永遠記得 真正米粉吃在嘴裡的那種米香 就算直接乾吃 都能夠纏到米的甜味喔 它現在根本是這樣 我們剛剛看到上面在攪拌 對不對 對啊 有蒸氣攪拌嘛對不對 那時候已經第一次的受熱了 是 對不對 對 受熱之後它下來這邊的時候 你看到這邊有一個出口的地方 是整個地方出來 對 下來再一次攪拌 把它攪拌成像粿一樣 對 然後它會覺得像擠東西 把它擠出來 再靠個螺旋的輸送袋 把它輸到上面去到最上面 對 再下來之後 感覺到這邊還有一次攪拌 對不對 對 它還要一隻 我剛剛看這邊還有一次攪拌 對 然後出來之後 壓膜是擠出來的時候 這個地方擠出來就這樣 對 聽說最 這個位置能夠坐得只有兩個人坐 對啊 就是妳跟妳媽媽 對啊 為什麼 因為你知道那個環境不好到 好繞 因為你要跟它的速度走 開始會覺得很緊張 對 我們先中間吧 還要 還要摸開 因為它濕的地方有一點硬癢 所以我們要把滾開 好 我現在可以的方向 好 掉了 跟頭兒再把它扛 好 好 好 不是妳的重量 不是妳的 你應該把她扛 把她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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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扛轉 左手 縫著它 然後右手 稍微 走一下 讓她往那邊去 按鈴鐺 快來 快 快 快去 對 快 快去 快去快先 不要太快 你自己說生意要生意的空 就人了 要像快那樣嗎 要笑才會不會 因為快抓到快 要去把你抓到 要去把你抓到 你看 你看 你爸爸那麼厲害 你這樣打到我爛鏡頭 好像差不多 哪裡 這一點就是要配合 它的時間 它的刺激 這個時間 對啊 它剛剛很難 我們這邊講 我們在七雙七零一樣 然後再來就是一個 皮膚好一點的人在膠 那麼兇 對 對不起 它有我緊張的鑰匙 因為我看一段的 我也很緊張的啊 那為什麼要用電風扇子吹 因為這個很燙啊 它會一直飄啊 飄沒有關係 就是你的手要控制它 我覺得差不多 它要看著胸囉 是啦 我能理解 每一根泥粉 都是郭姐的寶貝 有時候看起來 好像很簡單的功夫 其中的美感 就是越是複雜 以前這個盤米粉的步驟最難 現在只有郭姐跟郭爸爸能夠完成 等這些米粉 一圈圈繞好之後 就要送進蒸箱裡蒸熟 這個做法 就是一般口中的炊粉 嘿 各位喔 還沒有結束 米粉蒸熟之後 還要再用電扇吹涼 靜置3到4個小時 接著揉開 絲成差不多的大小 放在竹架上 拿去戶外曬啊 接下來就等酒匠風登場囉 所以現在我們就是拿到 推出來曬的 對啊 這要曬多久 看天氣 像今天天氣很好 我只曬了兩個小時而已 今天天氣很好 對 妳所謂好的條件是什麼 風 風大 新竹不是都是風嗎 新竹風有的時候不一樣的風 像夏天有夏天的風 冬天有冬天的風 現在是秋天 秋天 秋天就快接近酒匠風了 所以今天的 它不是一整年都叫酒匠風 不是一整年都叫酒匠風 是喔 酒匠風是農曆9月到11月 農曆的9月到11月 所以說 我們常在講說 要曬米粉 來用酒匠風 所以我們是有這個時候 在生產而已嗎 沒有 現在常年 都是一整年都在生產 那怎麼本來沒有酒匠風 妳這個米粉可以嗎 還是可以曬 就是 那酒匠風跟一般的風的 差異性在哪邊 酒匠風它的風是比較冷 比較什麼 比較冷 冷啊 對 米粉是 那個風越冷 它曬出來的米粉是 越Q又很濕 那所以冬天曬出來 比夏天好 對 所以很多人都會搶在冬天買 起來 退貨 可是 它可以放多久味道不會變 其實它本身是熟食的 熟食其實它放三年 都不會 不用防腐劑 可以放三年 不用 因為它是熟食曬乾的啊 我說真的 我們吃米粉吃了那麼久 我才不知道說原來 都會影響這麼多 而且以為每一個米粉 曬出來都一樣 還是有不同的地方 因為米粉 所以新竹米粉這麼有名 其實就是在酒匠風身上 觀眾朋友 快做筆記啊 以後買新竹米粉 要認明冬天出產 才是最好吃的喔 波姐強調 每年農曆9月到11月 吹到新竹的這波酒匠風 又乾又冷 強度夠時間長 最適合三分日曬 七分風乾的傳統 曬米粉原則 它能夠快速地天然風乾 大量縮短 曝曬在太陽下的時數 雖然夏天也能有 太陽高溫照射 但少了酒降風把米粉吹乾 口感就是會差一點 都講成這樣了 當然要來嘗一下 郭姐的純米米粉喔 所以這個米粉 妳就是只有泡過水嗎 沒有 我沒有泡 我就洗了 就洗而已喔 洗而已 連泡都沒有 沒有 泡會閃掉是不是 不是 Pookie 它不需要 它不需要 米粉它本身遇到水 它就軟化了 一般我們這樣講 我從小到大我所 看到我夫妻 跟我爸他炒的米粉 他們是先洗完之後 然後泡出來 稍微泡一下 然後泡完之後再下去炒 後來長大之後 看到一些廚師 他們先煮一下 煮個一分鐘 拿起來悶 悶完之後 然後再下去 最後再下去拌 然後在差不多六年前的外景 我們去新竹 等於講 他說它標榜是百分之百的 度的 我要煮這個水 他說我們不需要這樣 他說我們連泡都不用泡 洗完之後就可以放 就有點像你現在這個樣子 對啊 因為它本身自己就會軟化了 你不需要去泡那個水 你看好不好吃 好吃吧 跟外面的米粉不大一樣 大一樣 它氣味的程度更多 米香更好 它倒是那種 煮得剛剛好熟的麵線 因為麵線很容易糊掉 有很多人在吃麵線的習慣性 吃都是很軟糊的 但是麵線如果說煮得剛剛好 撈起來馬上吃的話 它是帶點咬勁 就是有的 是有的 接下來的根本就是新竹的代表 沒錯 就是麵粉 現在是要磨米對不對 對 一般很多人直接買粉來就好了 還磨米 傳統的話 就是一定要自己磨米 因為怎樣 因為我自己磨 我才可以信任我自己 做傳統的東西 自己看到 老闆會親力親為 為的就是把關品質 只是這純米米粉的製作 真的很好工 前一完需要洗米泡米 第二天要將200斤的 再來米磨成米漿 接著脫水蒸成米粿糰 再滷成米片 你以為看到這裡就結束了嗎 接下來步驟 讓我更好奇 那現在弄好就丟上來了 好 丟上來 丟到什麼 我把它丟起來 我們把它撿起來 撿起來是 因為好像泡蛋這樣有嗎 我們把它放在那個 叫它 鴨米有趣 這個是米 純米 我們就看 眼睜在看純米 你看 是 就是因為擠壓嘛 對不對 對 半針熟嘛 對 然後再透過擠壓嘛 才有這個產生 再來呢 這個你這樣捲 這個呢 這個就是要放在那個泥 放到那個 有啦,你看 這樣 放下去 對 翻從就是這樣搖下去 拍起來這個拍起來 要放這樣就好了 好 可不可以接在上面嗎 對 來哦 小心 丟到 可以了嗎 可以 有一點歪一點還可以 還可以 好 好 好 漂亮 讚 他講了 這個再吃一點就好了 換你 換我 好 拿起來嗎 拿起來嗎 可以 再走一走 下面還沒換你 中耶 好像不然哪一邊都中 不行,太中了 再一次 你現在自己撐起來 我往回撐 往回撐 一、二、三 我在一旁看了都捏一把冷汗 店家辛苦做的米粉 差一點就毀於一旦 只是為什麼要拋甩 老闆說村民製作的米粉黏度高 用手拿的話比較會黏手 會如此注重細節 且堅持古法 是他們對消費者的承諾 對這樣辛勞務實的人們 我們也想盡奮心力 觀眾朋友,做菜囉 好 今天要做這個米粉 本來有很多不同的做法 但因為我們這個,你知道 我們這一集的中破晒 就是我們的導演 他有強制規定說 希望做稀濕一點 所以我們把它做成比較 稀濕、義大利式的 像義大利麵那樣 對 開這個菜單是比較零食 忘記開肉或是海鮮 所以我們的老闆娘 熱情站住他們的滷肉 我們就做一個中西和平的感覺 好 那妳剛剛 跟大家說妳剛剛做什麼 我剛剛先去炸了米粉 我們用大概中高油溫 之後把米粉放下去之後 它就會瞬間膨脹 好,這邊我們最好是走蒜味 現在把洋蔥進來 洋蔥跟蘑菇 蘑菇進來 這樣比較省時間 好 然後炒到洋蔥蘑菇的香味出來了 好,番茄 好 好 你看我這個這邊 今天是根本大放鬆 好,這邊泡一下 好,我稍微洗一下 那這邊是它的肉 肉 好,我拿冰露 就是在高冰露啦 現在味道稍微重一點 因為等一下直接用拌的嗎 雖然會有紅醬 拌米粉 所以但是醬汁比較稠的話 因為剛剛是泡水差不多兩分嘛 但是因為醬汁比較稠的話 應該要時間比較久對不對 這個還好啦 不會嗎 對啊 你看它這邊是蘑菇蘑 好,這樣就好了 好,這樣就好了 然後現在把它放過來 好 這個是炸菇蘑 就有兩種口感 這個跟我喜歡 把炒飯跟炒麵拌在一起吃 有一點意識同工 對 這個 OK 這樣 對 上面還有 一年的米粉 一年的嗎 對,這是一年的 香香薑喔 對啊 好吃嗎 米粉好,感恩也好 炒的感恩 米粉好 沒有,你炒的感恩也好 米粉好 好 炒的感恩 不錯吧 龍 非常好吃 因為米粉的口感 很順耶 你看喔 吃起來一咬就斷 我們剛剛的那個醬汁其實是滿多的 當你把米粉放去醬撥一撥住 它這個米粉是 每一根米粉都把醬汁吸到裡面 因為純米粉它的吸水性非常好 就跟白飯的意思一樣 對 而且香店 你在煮純米粉的時候 你要稍微注意一下 你水也不能過 你一旦水過多之後 它一吸的時候 它吸到一定的程度 它就不會再吸 那就是爛 居上煮膝 所以你寧可說 你看 我剛剛在煮的時候 我的醬汁下去 我在拌的時候是乾著拌 你就是水不夠的時候 再補一點 補一點水下去 當然你如果常煮的 你很精準的一次放進去 那個 可是你不是很精準的 你不要水太多放進去 它一泡 弄不開 它現在剛好的那個筋性 剛好的咬起來 要有彈性 對 很多人會講說 純米粉沒有彈性 我跟你講錯 對 那應該是說 其實它不管做中式西式 其實把它當成是在做飯一樣 你飯你可以做西式的飯 或像紅酒燉牛 或是日式的 只有馬鈴薯燉肉 做中式的滴飯炒飯 反正它都可以做店的話 對 今天這一整集 從頭到尾都在新竹發生 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歡 特別我們做鹹派的那家店 逐漸便宜 不過你說現在 小孩子比較好鹹 讓我們把它 全部給它做派 但我們要 因為這樣子讓年輕人更 更能夠有機會去嘗試到 這些傳統留下來的原味 這個梅干菜 沙熱糖做的餃子 配冰淇淋 配冰淇淋 也很好吃 然後達人他現在是笑 因為他沒有跟我們去錄的 對不對 而且不能懂說 我們做到的那種食物的碰撞 對 或是什麼 但是 就像今天做西式的 在加上炸了這個 你滿意嗎 滿意 它的表情是跟我們事前的 老闆的表情是一樣 多去很多的 傳統的城市走走 多去感受一下 這些城市的這些所謂的 古老的風情 包括所謂的古早味 但是你可以發揮你的創意 怎麼樣把這些東西 轉換成新的菜單 讓它們接觸就變得更高 然後幫大家 把這個好的食物 這樣發揚出來 台灣 大家都在為這邊準備努力 我們也應該更深思的